去年11月苹果发布的M1处理器可谓是寂静四座 我们去年年底也分析了它的架构和技术 测试了它的性能和功耗 如果你还没有看上级可以先点击这里去看看 当时我说过我要再做一个下篇 来讲讲它的实际使用体验和我对它的看法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迟来的下篇了 这期视频会和我们以往的视频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视频不会像上级那么硬核 因为今天的重点并不在于性能 这也是这期视频之所以现在才和大家见面的原因 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使用的唯一一台笔记本 就是一台搭载M1处理器的MacBook Pro 今天我会和大家聊聊这段时间里我的实际使用体验 以及我对于不仅是M1 更是接下来Mac产品甚至整个PC行业的看法 有了A系列处理器打下的基础 M1的性能反而是你最不用担心的地方 而作为事实上的第一款能用的桌面接RM处理器 兼容性才是重中之重 与微软Surface Pro X刚推出时形成签名对比的是 在M1推出之后的一两个月 我每天打开IT之下看到最多的新闻就是 什么软件又适配了M1 要么就是什么软件宣布即将适配M1 尤其是当我看到Office和VS Studio 甚至是Edge浏览器也很快推出了原生支持M1的Universal版的时候 我就觉得微软面对这个横空出世的对手心情一定很复杂 一方面微软作为Mac平台的开发者尽快适配 未来会成为Mac唯一选择的Apple Silicon处理器 是留住Mac平台客户的必要之举 另一方面微软早已看到了未来 却缺少抓住未来的力量 而自家的Win10 ARM却也会因为Mac转向ARM而受益 比如说像Photoshop Surface Pro X推出了那么久 也没有一点点要支持Win10 ARM的意思 却在M1推出之后的几天就推出了ARM64的Beta版本 这也在侧面帮Win10 ARM晚尊了一把 所以说这种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还带点惊喜的这种复杂情感 还真的是…… 唉…… 再说回ARM Mac本身 在这几个月里我日常使用的软件几乎都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苹果自家的专业软件 像是Logic Pro X、Fundercut Pro X或者Xcode自不必说 它们从M1发布的当天就已经是原生程序了 第三方的专业软件当中 像达芬奇、CCD、Homebro、Jetbrains、全家桶等等的软件或者开发工具 已经有了全功能的原生ARM适配 在这些软件当中你可以用上M1的全部性能 而像Metlab、AE、PerfDog等等 还没有做好ARM适配的软件 现在则是跑在Roseta 2转移环境中 而除了这些软件的本体之外 大多数插件也运行在Roseta 2转移环境 比如像Waves、臭羊9、蓝宝石之类的插件 都是以Roseta运行的 虽说运行是能运行 但如果负载比较高就会变得不那么稳定 比如说我之前的一个Logic Pro X的翻唱工程文件 因为涉及到很多乐器和人声轨道的混音 用了很多的插件 这时候Roseta 2转移下的一大堆插件就会比较卡 甚至偶尔会直接崩溃停止运行 而此时的CPU战略率却算不上高 但尤其是影视或者音乐制作的部分 我们很难去摆脱插件只使用软件本身 所以说如果你使用的插件很多的话 还是一定要注意自己使用的插件是否可以正常运行在M1上 当然也有一些插件已经适配了ARM环境 比如像肥波、Fabfilter就已经原生支持了M1 而且只要还想继续耕耘Mac市场的软件厂商 必然要跟进支持M1 从当年从PowerPC转到Intel的经验来看 苹果一定会在两年之内彻底转向ARM平台 但现阶段毕竟只有少数插件才完美适配 所以说如果你要把ARM平台的Mac作为你工作使用的主力机 那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个并不是性能的问题 说实话在这个体积的笔记本里 它的性能可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但我相信你不会想在工作的时候 遇到奇奇怪怪的崩溃 或者说是不兼容情况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心态可能也会跟着它一起崩溃 除了软件的问题之外 系统也是一个会影响兼容性的重要因素 PervDog作为我们工作流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软件 只要测试手机SoC 我们就需要用到它 当我刚从15寸的老款MacBook Pro 换到这台13寸的M1 MacBook Pro时呢 这台电脑怎么看都是一台完美的PervDog笔记本 它安静且性能强大 续航超级长 两个Type-C接口 好像这就是我接下来最棒的工作用笔记本了 只要轻轻一点 然后我的PervDog UI我都没看见 那就闪退了 我上PervDog的论坛一看 好家伙 遇到同样问题的人还真不少 不过我看到年初的版本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我就满怀期待的装厂 继续闪退 所以我绝望了呀 那看来我的老MacBook Pro好像依然不能退役 于是我就又用回到了这台15寸的老家伙 直到有一天我更新了MacOS 11.2系统 习惯性的又点了一下PervDog 看到这个UI我都要感动哭了你知道吗 这告诉我如果你发现软件不兼容 你不仅需要更新软件 你还得连着系统一起更新 不然你都永远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 而软件版本的问题也十分复杂 就以各位非常熟悉的Adobe全家童举例 现在已经有了适配M1的Beta版本 也有前前后后一大堆老的需要转移的正式版本 我相信各位不会在工作中用Beta版的Adobe软件 毕竟本来已经是Adobe出品了 再来个Beta 反正我是不敢用 抛开Beta版不说 如果用正式版的Adobe软件 在M1上可能会出现较新的版本不能用 但是反而老版本能用的情况 微博上advpc大佬的测试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Adobe软件的兼容性问题 至少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稳定运行在Roseta 2上的版本 可问题是 如果没有人帮你测试 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去获取这样的信息 那你又怎么去找到那个合适的版本呢 况且Roseta 2下运行高负载软件的效率虽然并不差 但也远不如原生 想想看 有不少人就是为了M1在测评当中表现出的优异性能才购买的 如果你实际使用的时候 它有劲却使不出 那你不是会很难受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现阶段的ARM架构Mac也不适合Adobe生态的用户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Metlab或Mathematica等等工具上面 用是没问题 能用 但是因为不是原生版本 性能始终不是玩血状态 尤其是Metlab的性能 对于它应有的性能来说 可以说是很慢 结果就是你看到各家评测中的表现 对它的性能预期非常高 实际一跑发现还是只有一部分软件才能发挥它的实力 说实话 这种感觉有点不爽 从兼容性来看 我觉得截至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是想要一台主力工作用的笔记本的话 如果你工作流当中的软件多数并不原生支持ARM架构 那么M1的这两台机型并不见得是你最合适的选择 不是因为它们性能不够优秀 而是因为它们暂时还有点有劲使不出 但好消息是苹果的号召力毕竟不是开玩笑的 像Metlab的原生版已经在路上了 估计像是R2021A怎么都是原生支持M1的了 像Adobe今年年内也会跟上 更不用说已经完备支持的达芬奇 所以说它现在可能确实在工作领域还难堪大用 但的的确确未来可期 这几台初期发布的Mac的另一个主要购买人群应该是开发者们 我不是专业开发者 我知道我们有不少观众是非常厉害的开发者 我也在B站上看到很多优秀的开发者UP主 它们测试了M1在各种开发环境下的使用情况 前面说过Jetbrains的全家童已经原生支持了M1 Xcode的Benchmark当中 它的性能表现甚至要远强于我们那台7700K的iMac 加上这次的两台MacBook和Mac mini 在功耗发热控制以及性能还有续航上的优秀表现 以及两台笔记本手感还不错的键盘 对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开发者用户来说 M1反而是台非常不错的工作用笔记本 它基本上提供了这个体积和重量下最好的性能和最长的续航 对于Python、iOS应用等等开发者来说 M1绝对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但不过如果你要用Android Studio 那还是先洗洗睡吧 几个月的测试和使用下来 这台搭载M1的MacBook Pro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作为数码博主它的性能、续航和M1这颗SoC的设计思路都非常令我惊喜 作为Mac用户第一款ARM架构的Mac完成度令人惊讶 毕竟苹果有着不止一次架构换学的经理 在Sysc和Risk之间反复横跳的也就仅此一家别无分点 加上令所有友商都眼红的号召力 M1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打卷 它不像Windows RT也不像Surface ProX 但是它的三台电脑都是开箱就能用 而且能让普通用户感到无缝切换的成熟商品 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微软来说 ARM是脚踏着两只船当中的一艘 就算是ARM翻船了 它也会去维护X86阵营的利益 这意味着对于开发者来说 在Windows上只要做好对X86的支持就万事大吉了 用户会因为软件的支持而选择不去购买ARM平台的Windows PC 没人买的情况下谁会投入大量的成本研发高性能的ARM处理器呢? 对于苹果来说 这个逻辑是反过来的 他们能购买的Mac都是苹果生产的 苹果决定了未来用户必须得选择苹果自家处理器的Mac 这就倒逼着想要Mac市场的开发者必须要开发ARM的版本 严肃地去对待这件事儿 而另一方面 苹果又拥有着足够强大的硬件设计能力 这使得同等功耗的情况下 苹果自家处理器的确提供了更好的性能 这样的Mac对于用户的吸引力反而就可能比X86时代更大 就如同今天的iPhone这样 我不知道大多数人买iPhone是看中什么 对我来说 一颗性能强大的处理器是我购买iPhone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巨大理由 苹果也用这个逻辑证明了ARM架构 性能强劲的PC这个概念是行得通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苹果其实是顺带帮了微软一把 虽然我相信它其实并不想啊 但至少我们看到M1发布之后带来的一大堆ARM应用 也慢慢登陆了Win10 on ARM平台 这对于整个行业绝对是好事 当然除了对英特尔 M1其实真正戳到了英特尔的痛处 因为即使Zen3或者未来Zen4再优秀 它们守着的依然是X86的护城河 只要X86一天不倒 英特尔的处理器反正总能卖得出去 你看16600KF性能就算不如5600X 那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英特尔为了应对苹果M1 在今年1月份隆重的推出了几张PPT 诚心诚念i7好快买PC平安宝 问题在于如果11代Core真的那么好 那英特尔怎么就会推出这种看起来就像是刺乱阵脚的PPT呢? 微软显然也意识到了不能只依靠猪队友 指望高通造出高性能ARM处理器 还不如自己赶紧去研发 于是就有了微软开出自研ARM处理器的新闻 但说实话我对这个并不抱什么希望啊 从首款自研架构的苹果A6开始算 那苹果在这条路上其实走了已经有十年有余了 而微软显然还是这个领域的初歌 那我认为ARM on PC在接下来的时代是必经之路 但这场游戏最后的玩家我们还不得而知 那我个人倒是认为像AMD或者是像NVIDIA这种有深厚架构设计经验的公司 可能才是苹果未来要面对的真正对手 那他们如果做ARM估计公版ARM架构还是比较难招架的 而每次聊到苹果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其实是生态 苹果生态的牛逼之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讲了 不知道有多少UP主都聊到过这个话题 但Mac实际上在这套生态系统里是相对来说脱节的 且不论iPhone、iPad甚至是Apple TV、Apple Watch、HomePod 这些都是基于iOS的 即使只是应用层 你也很容易会发现Mac在整个生态当中的脱节 举个例子 HomePod是可以组立体声的 但需要用你的iOS设备首先连接 然后使用家庭App来组合 如果你只有一台Mac 不好意思 HomePod的立体声你组不了 那你以为组不了就完事了 还没完 不仅除不了 还有可能用不了 你要想用立体声 你得用自家的Apple Music来放歌 如果用网易音乐或者B站去放视频 那么要么你左边想要么就右边想好了 反正立体声是没戏 这是因为自家软件可以绕过AirPlay2协议 也就是用HomePod的刺激去联网播放歌曲 第三方的软件就只能通过系统的AirPlay来播放 但系统却不支持立体声组合 当然 其实你也可以用一些小技巧来强行使用立体声 但是系统原声居然不支持立体声的HomePod这一点 是让人真的没想到的 何况HomePod的推出已经快要4年了 Mac在这个生态当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当然毕竟 MacOS实际上比iOS系统古老的多 我觉得让Mac使用自家处理器 也是推动Mac和iOS融合的一个关键之举 先是从应用层开始融合 然后慢慢过渡到系统层面 灵魂的融合 这才是苹果现在非常想要做的事儿 说白了 以后如果你买计算机 无非是形态之分 极度便携就是手表手机 不那么便携就是台式机笔记本 而这一切 苹果想要把用户放在一个自己编织的网里 由服务编织的网里 你想换设备 那就直接买我们最新款的就行了 这才是苹果的目的 让用户无法离开它的生态 Mac在这个战略当中 现在就是最短版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苹果一家公司的思路 可以看到这个思路将会是 未来这些大公司的主要逻辑 竞争会慢慢从单一设备 变成一整套设备系统 而用户需要选择时 就要像你选择相机时 要考虑镜头群一样 你要考虑的是 它包括云服务在内的一整套的软硬件 这才是未来的方向 最后说回M1本身 M1实际上只是接下来Mac家族的一个预言 它也很可能是苹果IM系列当中 最弱的一个处理器 所以即使是现在的MacBook Pro 带着Pro的后垂 这三款电脑也只是面向大众消费者 和乐于尝鲜的专业消费者的产品 这点从只有双雷电版本的MacBook Pro 换上了M1 可见一般 苹果对面向消费者的产品 和面向专业应用的产品 实际上是区分的很开的 对普通用户来说 大部分应用 无感切换 运行速度快 安静 续航无敌 虽然是老模具 但是完成度足够高 但是对于真正需要用来干活的专业用户来说 这更多只是一个大众付费公测的产品 那些专业软件需要在这个过渡期里慢慢成熟 完成过渡 虽然它现在看起来足够优秀 但是现在就把工作流切换到这样一个新平台 以轻薄本为基础的一个新平台 显然是一个冒险之举 当苹果把整个专业产品线 比如说像16寸的MacBook Pro 或者是Mac Pro工作站 迁移到了ARM平台的时候 我相信这时候就是整个软件生态搭建起来的时候 到那时再来考虑生产力 也不迟 好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长按点赞键 给我们来个素质三连 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